世界排名第一的我国羽球名将谢利浩 在巴黎残奥会上成功未免 再次为大马争光 他的胜利离不开 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必定激励了许多人 也向大家展示了 只要有决心 任何人都能克服困难 实现梦想 现在让我们连线这位残奥会金牌得主 再次向他表示 热烈的祝贺 谢利浩你好 恭喜你获得冠军 那昨天晚上我也是看了球赛 也看到观众从球赛一开打 直到你获得金牌的那一刻 都不断地为您欢呼 你这一次在残奥会赢得金牌 现在的感觉和你第一次获得金牌的感觉一样吗 我觉得现在的感觉 和在东京的感觉 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在东京的时候 那时我没赢过金牌 那时我的 我是很想要赢金牌的那种感觉 去打这个东京残奥会 可是这一届呢 我是以一个金牌的身份去 你这个东京的残奥会时就打败了世界 第一的印尼好手德瓦 而这一次则两局拿下世界排名第五的印尼选手苏 那你觉得这两个战场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们两个人的打法确实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喜欢打拉掉 一个是喜欢打进攻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可是这两个对手也是 数一数二对我最有压力的一个对手来的 所以我这次的筹备可以打胜他们两个印尼球员 我觉得我感觉到我自己的感觉到很骄傲 你今年是36岁吧 有些运动员会选择在这个岁数 他们选择退役 那你却选择继续你的旅程 继续为国家争光 那你有信心接下来还是会在残疾奥运会上 会拿到冠军吗 你会在训练方面做什么变化吗 训练方面可能我会跟教练他们商量 然后也要看我的体能状态 是否还能顶到几时 可是我会一年一年的慢慢去看我自己的情况 一年一年的去看自己的状态怎样 如果还能去下去的话 我会准备两年后的亚产会在日本 然后再看情况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再去打算 我还可以继续打吗 不行的话我就会退下来 那我看到很多网民他们留言说 残奥会的奖励金是否也和奥运会的奖金一样呢 那你希望日后残奥会的运动员可以得到哪一方面的支持呢 我觉得现在残奥会的运动员拿到的支持比之前十年前的好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给我感觉到政府已经有进步 然后体育那边已经有进步的去看待我们 然后我们也感觉到我现在我要求的东西他们全部都可以达标给我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那个情况也很不错了 好了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粉丝和马来西亚人民说的吗 那对于想要追求运动梦想的年轻残疾人 你有什么建议的吗 好 给不只是残疾人 我想要传这个信息给全马来西亚的人 敢敢踏出那一步 你就可能会有成功的一天 所以就好像我这样 我敢敢去踏住我之前做工的时候 然后我回来打回拳击 身为拳击运动员 然后去追求我的梦想 然后今天我成功的拿了两届的残奥会冠军 所以我们身为人 我们一定要敢敢的踏出那一步 去追求我们的梦想 还有呢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一直来支持我 在这个国庆月里面 然后还有马来西亚热里面 我可以拿到冠军 所以这个金牌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是给全马的人 全大马的人 enjoy这个金牌 好的 今天要感谢你接受本台的访问 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庆祝 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成就 数不完的金牌 好的谢谢 那么好好的 来建设 ãy